她的母亲帮她点了光明灯 而她竟然就因为有重要的客户来访 而差一点点来不及就取消了 这一次的出差行程 也躲过这场空难 重述在电视上看到复兴航空班机 坠落基隆河时紧张交集的心情 黄妈妈表情纠结 因为当时她以为自己的儿子黄志瑶 也在飞机上 直到电话另一头传来宝贝儿子的声音 黄妈妈终于放下行踪大石 因为黄志瑶当天原定搭乘G1235班机 前往金门出差 但在登机前20分钟 接到重要客户来访电话取消行程 因此躲过死结 我去点光明灯那个10点多钟的时候 她就干干净就去退了 内心激动不已 因为在儿子准备搭机的同一时间 母亲正好去庙里替她点光明灯 得知班机出事之后 母亲现实吓得手脚发软 之后又收到儿子并没有搭上飞机的消息 这才放心相信是神明暗中保佑 她母亲昨天也打电话来 非常高兴说她一来点灯以后 他们逃过这个劫难 为他们亲信 与死身擦肩而过的这天 正好是黄志瑶的生日 同事用猪脚面线代替生日蛋糕 帮她庆生 在为罹难者哀悼的同时 也感谢上天没有带走他们身边亲爱的伙伴 昨天啊你看日子